这样的羽毛一般与我们情绪的自由 还有心灵的开放程度有关系 它也代表着我们感情的这种流动释放 并且提醒我们去处于一个随时顺流的状态 近日生命当中的这些变化 以及我们情绪的更多的流动 嗨美丽的灵魂们大家好 我是娟牛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羽毛 很多在灵性道路上的小伙伴们 他们经常会看到非常多大大小小颜色不太一样的羽毛 或者是不同动物的羽毛 那这些羽毛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如何去感受这个羽毛 如何去跟我们捡到的这些羽毛做连接 我们将会接下来介绍关于更多羽毛的信息 那我们看到羽毛或者是剪到羽毛的时候呢 那羽毛的大小形状还有颜色 它其实是不同的来自高尾的信息要给到我们 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些羽毛所带的灵性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直觉 以及通过一些跟这些动物灵的相连接去解读它们 第一我们会看到羽毛的大小 有些羽毛是大的 有的羽毛是小的 那大的羽毛它可能从宏观上来讲 就是携带的能量会比较强烈一些 小的羽毛它可能会让我们去注意这些身边的所思 或者传递个人性质或者是一些细微层面的信息 一般大的羽毛呢 它会象征着宏观的洞察力 或者很重要的灵性讯息 有可能是指引我们在人生或转变时期的重大的觉悟 提醒我们关注更高层次的成长 或者是宇宙高微能量的连接的部分 那我们小的羽毛呢 通常是在比较个人化小的细节上面 它可能涉及到你内在的情绪 个人状态的调整 或者在当下你正在面临的某一个问题的思考 这些羽毛都可能及时在提醒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细微的小的思想 或者是行为或者是语言 以及类在的气味的变化 第二种就是来自于不同鸟类的羽毛 那可能带给我们的信息 也会有所不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会介绍一些不同鸟类的羽毛 当我们看到老鹰的羽毛的时候 那我们会想起老鹰 它是在天空中盘旋的 非常力量长大的动物 那它带给我们的是非常有远见的这种洞察力 力量感以及在灵性上高度觉知的状态 它提醒着我们以更高的视角 更高的智慧去看待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并且完全地信任自己的直觉和内在的智慧 常常会伴随非常强烈的灵性的转变 或者是觉醒 狂的羽毛 它表示着疗愈和恢复的力量 它在提醒我去关注我内在的疗愈过程 并且在现在需要去静心 去觉察 去进行灵性修复的时刻 狂它的羽毛会带来很深层次的情绪的疗愈 帮助我去处理未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压力 和因伤比狂的能量 它带有更多柔和的能量 它不会那么激进 而它会象征的是你去耐心的观察 在你做决定之前以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视角去 去审视这个格局 它会指引你保持你的耐心 等待正确的时机 它又让你捡到一根猫头鹰的羽毛的时候 那猫头鹰的羽毛会象征着 非常深层的洞察力 智慧以及黑暗的力量 它会带给你非常多隐藏的真理 指引我们去面对 可能你是未知或者是隐藏的力量 猫头鹰的羽毛也经常会提醒我们去洞察 探索我们自己的黑暗面 以及我们内在的潜能 那么鸽子呢 鸽子是象征着和平和谐 以及灵魂的平静 当我们看到鸽子的羽毛的时候 可能是天使或者是你的指导灵 在提醒我们要保持一个平静的状态 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或者是它是一种宽恕和解的一个可能性 也可能就只是一个提醒 让你恢复到心灵的平静的状态 当我们看到天鹅的羽毛的时候呢 天鹅的羽毛会与纯洁转变优雅有关系 那天鹅象征着在灵性上面的这些优雅的转变 那羽毛的出现呢 它会象征着你正在经历一个 或者是即将迎来一个 累在的非常强大的转变 你会走上一个更加纯净 更加明样的光的道路上面来 还有就是鹰嘴欧或者是海鸟这种 那一般它们会跟海洋的能量有关系 这样的羽毛一般与我们情绪的自由 还有心灵的开放程度有关系 它也代表着我们感情的这种流动释放 并且提醒我们去处于一个随时顺流的状态 近日生命当中的这些变化 以及我们情绪的更多的流动 当我们看到麻雀或者小鸟的时候 麻雀或者燕子的羽毛 它们都是非常小的 那这些小型羽毛都会代表希望 信任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的神圣感 它会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 这些简单的事物 并且提醒我们保持感恩的状态 它们的羽毛会有非常多的神圣感 和来自高危的祝福的能量 那么还有羽毛的颜色 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含义 就像我们处于某种能量状态 某种特定的能量当中 它都会呈现出我们身体的光环场的颜色 所以一般来说白色的羽毛 它会象征着纯洁 象征着和平以及灵性上的平衡 以及灵性上的保护能量 白色的羽毛通常是象征着来自高维度的天使 或者是你的灵性导师 灵性团队想要给到你的祝福 提醒你保持灵魂的这个平静 纯洁以及告诉你你是受到保护的 并且它们会指引你往正确的道路方向前进 那我们如果看到黑色的羽毛呢 一般就是象征着有一些生命感 以及保护还有转变的能量 它可能意味着我们想要深入我们的内在 去面对我们内在的黑暗面 或者是阴影部分 去做更多的关注 以及转化 同身黑色的这个羽毛呢 它其实也是象征着来自宇宙巨大的保护的能量 那当我们看到灰色的羽毛的时候呢 它会象征的是一个平衡的感觉 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寻找更多的平衡感 我们也需要保持冷静和内心的稳定 那么灰色的羽毛呢 它可能在意味着你某些事情尚未解决 或者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耐心的安住我们的内在 去等待答案的出现 或者是等待真相的出现 那当你看到棕色的羽毛的时候 基本上棕色的羽毛带有大地被支持 与大地连接强大的稳定 以及物质层面上的这个实现的能量 就是更多显化的能量 它当你看到棕色羽毛的时候 它会提醒保持我们的海底轮的稳定坚固 并且与大自然多保持连接和平衡的状态 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物质世界去做更多的显化 当我们回到更简单的生活状态当中 那我们与大地重新取得连接 我们就会寻找出更多的内在的智慧和力量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当你捡到一根羽毛的时候 羽毛的状态可能也会给到你一些指引 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完整的羽毛 它可能提醒了我们哲学平衡 以及非常积极的这些灵性信息会给到我们 也表示你一直以来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清晰的 而且直接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头 那如果当我们接受到比较破损的 或者是已经杂乱不堪的羽毛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或者是捡到一个破损的 或者是杂乱不堪的羽毛的时候 它可能会代表你内在的一些混乱的能量 或者你需要去评就要把它捋清楚的 这样子的一些能量 它也会想要去我们检视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们目前处的状态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疗愈的部分 以及未解决的一些创伤的部分 更多的去觉察呵护自己 最后当羽毛出现在我们的神圣空间当中 当我们去做冥想的时候 见到羽毛 或者是在我们的定做的这个区域 见到羽毛 那通常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守护天使 或者更高维度的天使们 我们的灵性团队 以及灵性导师 他们想要与我们连接 或者他们正在关注我们 给到我们一些指引 我们只需要静下心来 去感受这个羽毛的能量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知晓答案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亲爱的美丽灵魂们 你们有捡到哪些羽毛吗 通过今天的羽毛的介绍 有了解到更多的高维的信息带给你们吗 欢迎大家留言去分享 你们捡到的羽毛的信息 最后我会介绍三个在我们10月份的周末会进行的工作坊 就是10月13号 我们会进行一些清理进化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能量的一个工作坊 如果你是刚刚入灵性阶段的小伙伴们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进化自己的能量 在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是我在出门的时候 我知道该怎么设置能量保护 那欢迎你过来 在我们10月13号的这一个进化保护的课程当中 来听一听 第二个课程是我们10月20号的一个阿卡西体验 自己可以开取自己的阿卡西场域 读取一些信息 那在这个体验当中 我会带大家也是做一些进化 清理以及保护 带领大家去通往自己内在的智慧 以及我们内在的能量场 阿卡西的能量场的连接 我们再去读取一些信息 最后一个就是在我们10月26号周六 有一个龙的点化二的课程 我们会介绍更多不同颜色的龙主朋友 以及我们会与他们去做连接 如果你对龙感兴趣 或者是你已经参加过龙的点化一的课程 也欢迎你过来继续体验 继续与龙主有更深的连接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拜拜 下次见 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一个什么 一只鹰的羽毛 哇漂亮 再回家 哇 再回家